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宫廷密室,我是月鑫 当地时间4月23号,英国的路易小王子迎来了他的三岁生日 作为英国王室中最重要的家庭之一,见巧公爵夫妇家的萌娃 路易从一出生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尽管他露面的次数并不是特别多,但每次现身都会引发轰动 尤其是一年一度的生日照片,更是要王世弥,为之欢呼雀跃 三岁路易的出场方式也很特别,背着小书包,骑着平衡车,准备上游儿园了 比起两岁时的样子,小路易长大了不少 脸蛋也不再是那般肉嘟嘟了,但笑容依旧灿烂 《北日清报》在小王子生日当天也发布了一篇报道称 三岁的生日,难保按照英国王室的古老规则 原本是不拥有王子头衔的,但他的曾祖母女王介入了 改变了规则,使得这位全名为路易亚瑟查尔西的男孩 拥有了王子这一头衔 进而和他的哥哥乔治是一样的,只不过兄弟耳云在未来所肩负的职责会不见相同 就如同现在的查尔西王鼠和他的弟弟艾德华王子似的 孰轻孰众很容易就分辨出来,即便是亲兄弟在王室中的差别也是很巨大的 根据1917年,乔治武士国王所制定的规则 所有的国王或是女王的子女都将自动地成为国王或公主 而且这些王子的孩子,也就是十任君主的孙子也可以是王子 比如现在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都是天生的王子和公主 而只有三位王子的孩子,可以自动是王子或公主 但不知道为什么,艾德华王子的儿女却不是王子或公主 有分析称,因为艾德华为了要继承他父亲 也极是刚刚去世的菲利普亲王的爱丁堡公学的头衔 因此他的孩子也就不能是王子或公主了 儿子赛文子爵将成为伯爵,而女儿则继续是女爵 虽说孙子可以是王子,但乔治武士并没有提及曾孙 这也被认为曾孙并不会自动成为王子或公主 即便是现年七岁的乔治也不会生而为王子 而这在乔治出生时也引发了争论 尽管不出意外,乔治应该是未来的英国国王 但他却不拥有王子的头衔 于是女王介入了他让乔治获得王子的头衔 并且将这一决定扩大到了威廉凯特所有的子女 因此即便未来项洛特和路易基本上跟王位无援 但他们依然是公主和王子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女王的决定只对威廉凯特家的孩子有效 如果他们继续生娃,也会是王子或公主 但这个决定并不涉及到哈利梅根家的孩子 当年阿奇出生时,有消息称是梅根怕孩子未来不自由 而主动拒绝了王子的头衔 现在看来这是不正确的 而从梅根在接受奥普拉采访时的话语看 他对阿奇不能拥有王子头衔是很生气的 而对此他的解释是因为阿奇皮肤颜色深 所以才没有,一下子就扯到种族层面去了 但显然梅根是不了解英国王室的规则的 或许他知道,只是在采访中不愿意那么说罢了 毕竟他需要引发更多人对他的同情 但不管怎么说,梅根还真是个矛盾体 一方面抛击王室生活对他造成压力 让他感到不自由,这才促使他逃离 另一方面呢,又渴望着自己或孩子拥有华丽的头衔 很有几分既想得到利益,又不想承担责任的感觉 他真是忘记了,遇待王冠,必成其重 接下来是他有白金汉宫头号女主人之称 陪伴女王长达60年,地位不输卡米拉 早前在菲利普亲王葬礼上有那么一个特殊者 备受英国媒体及王室粉的关注 那就是陪同女王乘车抵达圣乔治教堂的会是谁 最终敲定者既不是女王最喜爱 最乖巧的小儿媳维塞克斯伯爵夫人苏菲 也不是最倚重寄予厚望的孙席剑巧公爵夫人凯瑟琳 而是名不见经传的苏珊贺希夫人 一位陪同了女王半个世纪的老太太 对于伊丽莎白女王来说 苏珊贺希不仅仅只是工作上的助手 更是能一起分享快乐与承担忧伤的多年老友 她不介意在苏珊面前抹泪哭泣 也不介意被她看到自己的柔弱与不堪 苏珊贺希夫人出生于1934年现年86岁 是第十二代瓦德格拉夫伯爵杰弗里瓦德格拉夫 和瓦德格拉夫伯爵夫人玛丽和米恩的小女儿 贵族之后从小就游走在上流阶层 其家庭与女王一家非常友好 其本人于1959年嫁给了马莫杜克贺希BBC兼主席 那人婚后育有儿子詹姆斯和女儿凯瑟琳 苏珊贺希夫人作为伊丽莎白女王身边的高级侍从 助理因入世久 资历老在白金汉公有头号女主人之称 时常陪同伊丽莎白女王出席活动 与外出国事访问 是女王得力助手之一 即使现在年事已高 依旧活跃在一线 陪同女王一起实现一生为全英服务的誓言 并且其本人是无薪资王室工作者 这一点让很多白金汉公打工人肃然起敬 以现今其地位来说 在白金汉公的话语权远胜康沃尔公爵夫人卡米拉 毕竟头号女主人称号可不是随便起的 简介A lady in waiting 是皇室或英国贵族的女性私人助理 这是一份非常高调长脸的工作 这些为王室或者贵族工作的女性 往往本身就是贵族女 尽管她们的地位略低于她们为之服务的人 看似她们是服务行业工作者 但其实各个家里应时身份尊贵 苏珊于1960年安德鲁王子出生之际加入了白金汉公代家庭 正式走进了一代英女王的生活 此后女王起起落落 浮浮沉沉的人生的重要时刻 她都在场 最初 苏珊贺希夫人主要是帮助回复 并处理大量的女王个人私信往来 后来随着工作时间的积累 资历越来越老 接手了女王的日常公务安排等工作任务 除了女王高级士官这一身份外 其还是剑桥公学威廉王子的教母 在曾经威廉与教父母 在温沙城堡白厅所拍摄的一张合影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苏珊贺希夫人 与君士坦丁国王 女王唐妹亚历山德拉公主 戴妃密友纳塔利亚 格罗夫那 罗希勋爵立于威廉王子之后 因教母这一层关系 也使得苏珊贺希夫人 与剑桥家关系极好 现今在王室待了六十余年的苏珊贺希夫人 对于很多人 尤其是女王来说 不仅仅是王室家务事的旁观者 更是能一起承担责任 与分担痛苦的家庭成员之一 因此 菲利普亲王葬礼上看到 是他陪同女王乘车 抵教堂 也不足为奇 相信在老友的支持与疏导下 伊丽莎白女王 可以早日走出阴霾 宠正旗鼓